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写道 他和妻子目前在澳洲 两人都有些轻微发烧 疲惫 身体酸痛 感觉很像得了严重的感冒 他的妻子丽塔还有胃寒的现象 在接受病毒检测之后 夫妻俩都呈现阳性反应 这是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第一次有好莱坞大咖名人公开确诊病情 不过这不是汤姆·汉克斯第一次对外公开自己的健康状况 2013年他就曾对外表示自己罹患第二型糖尿病 和过去他多次为拍戏增胖和肌瘦的记录有关 这次他计划在澳洲开拍猫王 Elvis Presley 的传记电影 目前正在进行钳制作业 没想到却和妻子双双感染武汉肺炎 推荐阅读或颁终身成就奖63岁汤姆汉克的斜杠人生 从演员到导演 小说家 他说接下来将遵循公卫医疗程序 家人都要接受检测 观察和隔离 还说会随时更新自己的近况 要粉丝好友们多多保重 汤姆·汉克斯发布自己确诊消息后 短短20分钟 就有多达15万人按赞 网友留言感谢他如此坦诚 稍后汤姆·汉克斯的经纪人也向媒体证实了这项消息 责任编辑 陈祖琴